就是六星開始設廠 然後給居民的承諾 這些承諾到底現在有沒有兌現 當年說他們要創造一個15萬人的新市政 然後要引進37,500個就業人口等等 其實這些都沒有兌現 那事實上我們今天碰到的這些問題 是如果再往下深究 就有更多付出的這些代價 我舉台塑公司這個人物廠為例 這次台塑公司曾經就是被抓到地下水超標30萬2000倍 污染物濕致癌物叫一二綠魚丸 然後呢 但是他日常常常排放這些有機的盤綠的化物 到波進西去 他的排放濃度呢 有一個項目叫做三綠甲丸 竟然高出歐盟法規的2690倍 但是當年因為政府沒有制定石化業的放流標的 以至於這些都無法可防 那長年以來他們就是把這些廢水排入到波進西 可是這條溪流的下游 有灌溉蓄水口這兩個 灌溉的這個區域1390公頃的農田 那這裡面包括800公頃的稻米 那這就是我們發展石化業付出的代價 然後更何況還有廢棄物的問題 剛剛講的不管是面板 或者是石化業 敏充講的問題就是我們拼命的搞量產 但是呢 我們的土地根本沒有辦法負荷那麼多的廢棄物 舉個最經典的案例就是 台宿的狗屋尼事件 這是1998年被發現的 起先是倒到這個柬埔寨去 後來發現呢 在台灣本身新原鄉 屏東的新原也發現了狗屋尼 而且被青島的被欺負的量 是倒到柬埔寨的這個三倍 那這批狗屋尼從柬埔寨回來之後呢 發生什麼事呢 最後台宿公司就是在進口 就是把它回收回來 然後呢 進口了一個會回收處理器 重新把這些拱屋尼跟水泥塊分開 分開之後回收了400公噸的拱 各位想一想 那些東西如果沒有回收最後又怎麼樣 而被青島在這個 屏東新原鄉的這批拱屋尼 在16年前被發現之後呢 刮起來 然後現在站存 然後裝潢 那最後還是回到台宿人物場去把它分離 那我前一天才剛去到那個台宿拱屋尼 被刮起來的現場 4公頃的土地現在還是污染藏子 已經刮了10幾年整治 到現在為止 那塊污染的土地沒有辦法使用 而最後呢 最荒謬的事情是因為它有強大的法律團隊 所以政府在跟它打官司的時候 政府打出官司 所以明明就是台宿公司到的垃圾 可是呢 最後是全民買單幫忙處理那些廢棄 然後台宿的田園廠也是化為污染藏子 那最後那個面板業的問題 最經典的案例就是在華應友達 他們設在消理溪上游的工廠 長期就是污染消理溪 當地的農民 用的本來是甲類水體的這個消理溪被污染非常嚴重 然後當地仰賴地下水 幾百年來就用那個地下水也被污染 最後被迫什麼 被迫只好喝這個環保署載的水車的水 然後再進一步呢 就是裝自來水去解決這個污染問題 那在地的居民抗爭了很多年 近來得到一個非常重大的成果 就是這兩家公司終於承諾今年要做到零排放 就把污水回收做到零排放 那這其實是我們付出了非常大的代價 就是因為這些面板業者 他生產的這些這個過程之中呢 他排放水中常常因為使用了很多化學物質 而這些化學物質可能沒有經過很嚴謹的測試 對環境對人體的影響 而且法規跟不上他們使用的新興的化學物質 這是電子工業的特徵 所以譬如說這是團先生所做的這個報告 他說這個生產面板